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真的想做这样的人 陈行甲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深圳市恒徽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曾任湖北省八东县县委书记 因为他的反腐爱民改怒改言 成为了一名网红书记 我代表八东五十万人民 对那些在这个地方这么穷的地方 几十万几十万一次单击 单击几十万几十万收钱的这些王八蛋们 我代表五十万八东人民 对他们表示恨努 我有公分 在痛骂贪腐官员的同时 他心心凝生 为宣传八东旅游业 直播跳伞 亲自演唱M1 再次走回王 2016年在最受主录的高光时刻 陈行甲毅然选择裸辞 对人生上半场说再见 开始公益之路 从观到明 难道这个做公益的力量 你讲话的这个影响力 增大了 难道没有减少吗 你所做事的难度 难道没有增加吗 我当时认识男士 自己租房子 我天天坐地铁 我连打出租车 我都非常舍不得 他为何裸辞 抱着怎样的信念 勇往前行 本期爱问人物公益特辑 善行天下 我们一起行动 做公益一直是 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精髓 我最近在读这本 叫善行天下的书 书中也讲到 孔子讲过仁爱 墨子也讲过奸爱 其实他讲的都是 中国古典文化中的 大爱 在现代社会里面 我们用公益这种行为 去表达人之所以为人 而不是一个动物 它的区别 那就是大爱 对别人的爱 今天还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嘉宾 叫程兴甲 他在网络上 非常地火 人称网红线为书记 在他树立的 在巴东光辉的 官员形象之后 毅然决然地裸辞了 裸辞之后的人生 怎么样了 今天我们来揭晓 与网红书记 陈行甲正式坐下来交谈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结束了乡村发展基金会的 创讲堂后 很多人都争相 与陈行甲合影留念 在舞台上 他深情地讲述着 转型工艺之后的种种 获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他亲切可爱 有点理想主意 在成为工艺人后 一颗赤绳之心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粉丝 看了你好多素材 什么巴东之链 高空跳伞 等等视频 这些视频为什么会在网上 一个是第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会流传 第二个是为什么传播量会这么大 就莫名其妙就红了 就是这样 最开始其实是 国家去平均县嘛 但是所以说 我要思考那个县的发展战略 那个县里面 非常的偏僻 闭塞 大山区 你说发展什么呢 所以我是 是充分地调研之后 认定了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是最好的路子 但是这个旅游啊 是注意力经济 需要传播啊 就是你美 你不能孤独地美着啊 你得让外人知道你美啊 所以当时呢 我发起了一个活动叫 全民代言巴东旅游 当时我们的一个 很漂亮的景区 就巴东人自己作词 巴东人自己作曲 创作了这么一首歌 请了一个明星来唱 开价四分钟的歌 开价二十万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贵嘛 我说那要不我自己唱吧 进录音棚 录了三遍就过了 六点钟放到网上去 结果到十二点 凌晨十二点去看的时候呢 播放量就已经是 十五点五万次了 那谁在看呢 这十五点 都是十几万的人 时候从哪儿来 您后来了解过吗 其实我没有了解过 那我可能 可能后台能看到 它只不过可能是 比较奇特 比较特别 就是当时一个县委书记 来为这个县里面代言 来唱歌 这个首先 这个估计比较有 有说头吧 所以当时就 一下子就传开了 歌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这一句歌词是什么 就《巴东之恋》 最后的那一句 就特别打动我 就是看山河画卷 让你牛恋他乡故人 我就觉得这个是 巴东对我来说是他乡 但是我就是故人的感觉 在巴东任职的五年多时间里 陈行甲对这片土地 倾注了无限深求 一边在铁腕反腐 一边在创新扶贫 扶下身子面对群众 他被百姓们亲切地称为 甲哥 你们背着也跟我 姐叫的甲哥吗 是啊 叫甲哥那边问你们 那没问题啊 我高兴啊 你没看不起 我们去开的办公会 为什么没落实啊 这个资金发到 这个乡镇的江州 为什么没到村里啊 到村里面为什么 村这么收集都在荷包里面 没有发到这个村民呢 我来解决的问题 就是作风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不落实 你的背后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 我在获评全国优秀宪委书记之前 没有一封举报信 省委考察组来考察的时候 说这是堪称一个奇迹 我当的那个时候 已经当了三年办县委书记了 但是现在我的举报信 很多 很多很多 其中 有一个很典型的举报 说我借反腐 卸私分 选择性反腐 借反腐 卸私分 排除异己 打击同僚 如果你真认为这是一个罪状的话 这个罪状我就拧了 我就认了 但是 我不承认 我借反腐卸了私分 因为我没有私分 我只有公分 我代表巴东五十万人民 对那些在这个地方 这么穷的地方 几十万几十万 一次单比 单比几十万几十万收钱的 这些王八蛋们 我代表五十万巴东人民 对他们表示愤怒 我有公分 在提到贪腐数额时 陈行甲出奇的愤怒 因为只有他明白 这些在外人看来 区区几十万的钱款 对于巴东县的贫困老百姓 到底意味着什么 什么叫国家级深入贫困线 它的收入标准是多少 收入标准是这样 就是说 按照2011年的不变价 人品年存收入 在2300元以下 这叫贫困人口 那深度贫困呢 深度贫困是 这里的贫困人口的比例 而我那个线呢 就是我去的时候 一年去的时候 50万人 有16.7万人 在贫困线以下 高达30% 30度 一般情况 贫困线的贫困的比例 在10%以上 那就已经是深度了 就已经是很难的 这个线 我那个线就贫困到 那个程度 所以你能够想象 走到那个贫困线的深处 变得那么多的穷人 而且这么强烈的 对比之下 很难不产生这样的 巨大的愤怒 明白 这种对比之后的 这种冲息 但是您的这个履历里面 让我非常好奇的是 您是92年参加工作 95年入的党 一路跟着苗红 到了10到11年 应该是您从政的 一个高光时刻 担任了一都市的市长 但是很快在11年底 成为了这个深度贫困县 叫湖北省恩施州 巴东县委书记 对 这组织上有这么安排的吗 有从市长调到书记的吗 有啊 那一般都是情况 而且一般 为什么还调到一个 深度的贫困线 这是您组织要求 天降大人与私人节 还是您主动申请的 我为什么会这么跨地区 调动过去呢 为什么 那是因为 在我去之前 巴东县刚连续三年 轰动全国 出了恶行事件 每年一起都轰动全国 都惊动中央 就极度的恶性群体事件 所以呢 我当时去呢 有救火的性质 所以当时11年嘛 18大还没有召开 当时呢 可能省委的判断 因为还没有整体上 在系统性的反腐的时候啊 在组织上的判断 就那个地方的生态出了问题 社会生态出了问题 所以省委的决定 就是不要在本地产生干不了 在全省范围里选 选优秀的 选年轻的 所以我当时 我有清华毕业的背景啊 然后我又是 中国百强县的 现在是市长啊 当时几乎是 全省最年轻的市长 所以我就 很幸运地被挑中了 很幸运 这叫幸运 您敢 这您也敢去 很幸运啊 但是这是对我的 组织对你的信任 组织对我的信任 这是我的人生中间 因此而丰富 所以很幸运 讲到巴东的时候 您的这个 眼睛里面是 对 是有爱的 对 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 我对那个地方 有感情嘛 就是我 我全身心地投入 在那个五年里 两个月时间里面 我就觉得 我别的不敢说 所以我告别巴东的时候 我发表的 我的一个文章 再见我的巴东 我中间就用一句话 我不敢说 我不负丧生 但是我敢说 我自己不负本性 我敢说 我自己是个 不收钱的县委书记 我敢说 自己已经拼尽权利 这你大概就能明白 我跟这个地方的连结了 2016年12月20日 陈行甲在其微信朋友圈 公开发文表示 将离开巴东县 虽然当时 他还未表明最终去向 但在离别感言的 字里行间 已经流露出 他将不是仕途中人 陈行甲最终向那些 给他戴 莫须有帽子的人 证明了 捞取政治资本的栽赃 不属实 只不过 他用了一种 在许多人看来 极端的方式和官场诀别 如果您是个官员 您相信 这个从政的力量 是最大程度的服务老百姓 那您就会 忍辱负重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您也要坚持到底呀 那如果说 你不是 你相信的是人命的力量 那您 也可以从一而终 一直在百姓中间活着 又像很多的公益人士 他从第一天就在做公益 但您的人生是有 180度的大转弯的 对对对 这是您主动选择吗 我主动选择的 我是中国第一个 到目前为之一 还是唯一的一个 任期届满 被湖北省委 公事提拔为周领导了 然后这个时候 公事期满之后 我提交的辞职 难道这一路 从您的这个 湖北老家的山村 走从百姓 到镇长 从镇长到副秘书长 从市长到这个县委书记 这条仕途之路 已经为您铺开了 那为什么 我还是觉得匪夷所思 一个被提拔 已经被提拔的干部 要去转身做 如果说以前 您叫网红书记 现在我愿意叫您 再极度一点词的夸张 叫草根公益者 是的 就是这样 讲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那是因为我看到了 我看清楚了 这个中国社会的 有一片南海 有一个需求 而且是一个硬需求 摆在这里 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 就是说 我05 06年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我非常近距离地 感受到了 在西方社会里面 就是说它不是 我们过去 就是想象中的 垂死的腐朽的 它基本上 它真的是 不仅垂而不死 腐而不朽 还一度实习生机勃勃 为什么 它的社会治理结构 是很合理的 我们在中国 习惯于第一部门 政府 第二部门 市场的力量 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你看 在一个发达的一个 这个国家里面 他们是三个部门 第一部门政府 第二部门市场 第三部门 公益组织 以公益组织 为代表的社会组织 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我在一个 那个国家的深度贫困线 任先委书记的时候 一个是呢 我感受到了 党委政府强大的力量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二个是呢 我也感受到了 党委政府 不能包揽一切 还有很多的无赖 同时我也感受到了 公益组织 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在很多点上面 我那会儿 我在乡村府邑方面 有很多的创新 其实我跟很多的 公益组织合作过 我发现公益组织 可以在某些点上面 发挥特殊的作用 我希望去做一个 真的草根 真的平民 我就是想做 这个时代的艳阳处 我就真的想做这样的人 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荣幸 来到今天 这个北大的讲堂了 我呢 有一个 低在尘埃的起点 我在湖北省 宜昌市 下面有一个新山县 非常贫困的一个县 一个小山村 出生长大 我的母亲只念过两年书 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仍然是我老家 那个村 甚至是那批山 甚至是那批山脉的传奇 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第一个考上清华研究生 第一个考到美国去留学 然后也是第一个后来 算是当了不小的官 我因为在 抚平方面的一些创新 被中共中央表彰 你全国优秀线维书记 很光荣地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过 习左书记的亲切接见 这是我获得过的荣誉 但是呢 我过去围观经济中间 我自己最珍视的 我获得过的最高的荣誉 是人民群的温和 不论在官场 还是投身公益事业 这么多年 每当面临人生的岔路口时 陈兴家总是会回到故乡 踏上故土 让所有的喧嚣 都归于内心的平静 去倾听自己内心的追求 去倾听母亲一辈子坚守的 爱干净穷不久的人生信条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 你的妈妈就是给你人生拖地的人 在人生无数个岔路口 她告诉你 要走自己想走的路 对 其实我从小山村 一步一步走出来 我直到今天 我就直到当下 我人生中间的每一步 都超出我自己的预期 小时候在村里读书 哪想过还能考大学 考完大学 我就说那个时候 这样一步一步地 就说包括我的结婚成家 我的爱人 我的孩子 我在工作中间 我所取得的这样的进步 这一切一切 包括我的学业 都远超过我自己的预期 所以我现在你看吧 我的横桂尔德公益基金会 关注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的 大力救助和教育关怀 我就觉得人生中间兜兜转转 回到了最初 最初是什么 回到了就是说 回到了我在那个小山村里面 出生长大 它带给我的那种 这种感觉 可能是温暖感 那种力量感 那种亲切感 我说不清楚 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但是总之呢 很真实 很真实 很美好 在2016年底 陈兴甲辞去公职 2017年5月 发起成立 深圳市恒辉儿童公益基金会 担任理事长兼秘书长 开始他的人生下半场 关注贫困地区人民 绝交农村公益和贫困地区的 儿童教育问题 成为一名熟知政府和草根的 两栖公益人 我做过五年多时间线委书记 而且我是个优秀的线委书记 我有很深的感受 这个乡村社会的治理 这是我总结的 我说乡村社会的治理 靠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靠约束和惩戒 更高的层面 靠爱与信仰 我觉得我们在政府的层面的话 通过约束和惩戒 告诉你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边界在哪里 边界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 在这个层面 其实我觉得我做得挺好的 爱与信仰的建立 从一个平民 从一个底层 从社会的角度 从公益的角度 可能更有力量 对 因为规则它能约束的是 人的底线 但是爱 它其实树立的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高线 高线 对了 到底你有多高 那取决于你的爱有多大 对 但是 这个身份的转变 从观到明 难道这个做公益的力量 你讲话的这个影响力 增大了 难道没有减少吗 你所做事的难度 难道没有增加吗 你说的这两个判断 都是成为了现实了 有落差吗 听我的话的人 是更少了 我做事的难度 是更大了 对 你这个判断都是对的 那你问我有没有落差 因为想清楚了 所以就还好 落差是肯定是有的 因为以前我是前后后拥 是吧 对 那这是有专门办事为你服务的 我现在我自己背着一个包 我到深圳来是自己租房子 我天天坐地铁 我连打出租车 我都非常舍不得 但是因为你看清楚了 你提前都想到了 所以就还好 就是不成这位落差 陈行甲说 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以来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从2012年到2018年 累计减少8239万人 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8.2% 到2020年 我国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但是之后呢 我们看到绝对贫困问题即将解决 相对贫困依然突出 如何让老百姓有意愿 有动力从根本上走出贫困 是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 一个17年初做很会 儿童公益基金会 应该有三年时间 有什么深刻的领悟吗 在中国公益难做吗 非常难 整个中国的公益 是属于欠发达水平的 是欠发达阶段的 简单的跟你说一个数据 因为刚过去的2019年的数据 还没有统计出来 但是过去 我就跟你有2018年的说 你说 我只说你熟悉的 你最熟悉的 你多年学习和生活的美国 和你比较 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比较 两个国家 一个世界脑大 一个世界脑二 GDP 他们是我们的1.5倍 是吧 这从国家层面 财富相差不大了 然后从企业层面 世界500强 他们126家 我们120家 可能细微的差别 但是大概率差不多 从企业层面也差不多了 从老百姓的层面 就是麦肯锡中国 在2019年5月份 发布的一个数据 全世界的奢侈品消费 三分之一是中国人在卖 那就至少这个也可以 也说明 从民间的财富的层面 中国人 也富起来了 但是什么样的差距大呢 公益宣赠 2018年度 中国的公益宣赠 是1286亿人民币 而美国呢 是4233亿美金 美国是中国的26倍 说天壤之别 这不过分吧 如果这还不是天壤之别 什么是天壤之别 那是什么导致了 您觉得在中美公众层面上 对于公益捐赠的 这个贡献力度 差距这么大 26倍 其实老百姓有能力 那问题在哪 所以你看吧 其实我也总觉得 我们三有 我们叫民间有财富 民间有爱心 民间有苦难 我们在同时三有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的公益 只是美国的26分之一呢 我们缺平台 缺参与渠道 平台和参与渠道 是我们看得见的一种方式 看得见的一种形式 但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是公众缺信任 信任是这个公益的命脉 命脉所在 那么我为什么 我说我投身公益 我还有一个优势在哪里 我过去是一个好官 是一个清官 我这个社会形象 是值钱的 是天生的带着信任的基因 我能够三年的公益 能够走到今天 我得到了太多的信任 相信你 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 相信你 所以你想把对于你 基于你个人的信任 放大到一个公益的平台 和机制里面 这样可以让源源不断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找富人筹钱 给穷人去付医药费 这件事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件事 好像传统慈善都是这么做的 对我也在做 但是这件事只占我公众量的10% 我90%在干什么 我要借我这么一个救助的行为 我要在这个地方 进行社会实验 我要拿下所有的患儿 所有的政府相关的 所有的乡村相关的 跟这个疾病相关的数据 我建立数据库 我在这个基础上探索 解决因病治病的规律性解决办法 我从三个角度探索 患者 医生和药物 患者服务中心探索 怎么服务于患者 除了给患者给钱以外 除了提供补充救助以外 给他们提供政策信息服务 医疗信息服务 规范的最现在的社工知识服务 护理知识服务 还有心理知识服务 等等 不展开 第二个优异中心呢 帮助欠发达地区 提高他们对重大疾病的治疗能力 我们对儿童白血病 我在实验期间 对儿童白血病 临床广泛在使用的两只 新药 好药 特效药 死归死归的又不报销 不在目录里面 我想推动这两只药 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对吗 我为什么公益组织 牵头掏一笔钱 在合约所有的儿童白血病 都给治疗啊 然后呢 我形成所有的数据 最后这么两后落 我去年的4月23号 我去拜会了 国家医疗保障局 副局上陈金服 我带着我的公益团队 我们五个人 去拜了陈金服 现在告诉大家 一个光明的结局 这两只药 现在都已经进入了 国家医保目录 我只说一只 陈门都先安眉 这一只药 因为在儿童 不是儿童 包括成人 临床 癌症临床 用得非常的广快 每年有8000人以上的 患者必须要用到 这只药 所以光这一只药 进入目录 就为全国的癌症患者 省得2.4个亿 有用 陈行甲希望通过 公益基金会 厘清政府和社会力量 在扶贫中的不同角色 一方面 政府提供发展生产的 基础设施 为极端弱势者 实施生活兜底 另一方面 由企业和公益组织 等社会力量 为政府不好做的事 做不好的事 顾不上的事 提供有效补充 而他所创立的深圳市 恒徽儿童公益基金会 就是要做这样一个 先行者和试验者 在这个领域里面 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助力 我们也希望通过 所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 那么爱问 我们能处达到 30亿人次的 这种财经的 投资人和创始人 他们也可以听到 这种向善的力量 有机会 说明在哪个拐角 也成为支持您公益的一股力量 我现在做公益 我最需要的是 第一个是资金支持 如果没有资金 我就 这个公益是 我是没有办法去 去抵达弱者 需要救护的弱者 需要资金支持 需要关注力的支持 需要道义上的支持 需要志愿者的 这样的精神的支持 我这些都是我需要的 那么如果说 我有什么 我又能简单地用几句话 来介绍 我这个做的公益 你凭什么能够支持我呢 我只是在想 我再说一下我的理念 我想做 整个中国 最透明和最有效率的公益 我想做这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我的透明 就是说 只要是你捐赠了 支持了我的公益项目的 你会知道 你的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 二个是这个效率 我是希望做的 200版本的公益 来提升 我做公益的这个领域的 综合社会效率 而不是简单地讨钱 就是简单的 如果说我简单的只是 来简单地讲穷人的苦难 来博取富人的同情 去跟穷人投钱的话 那我觉得 跟过去跟救赛会 跪在路边喊 大爷大妈可怜可怜我吧 赏我口吃的嘛 赏我一点学费吧 赏我一点医药费吧 那有什么区别呢 那不过就是一个 有执照的乞丐而已嘛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做的这个200 我想在做通过社会实验的方式 想推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 能够做一份公益的贡献 遇见未来以十年为期 十年之后您觉得 陈行甲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您和您的公益组织 又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种境地 我希望 我做的这个公益项目 已经完全地形成了 一个可复制的模式 在全国很多的地方复制了 它推动了我们整个中国 因病制凭 这个社会难题的解决 我希望十年之后 我实现了这个目标 这就是也是我的个人的 也是我的组织 很会儿的公益经营会的目标 我期待十年之后 我能够再来接受 爱问的采访 好